這個好吃就是士林夜市 開印度甩餅超過十年的老闆呢 一天算一算可以賣出 五百份這麼多的甩餅 而且他之前呢 很妙還創作了公仔 跟甩餅一起呢 來賣 想說呢 就用阿里巴巴 這樣的店名來註冊商標好了 但是問題來啦 原來 中國不是也有個網路商務喔 就阿里巴巴集團嗎 這個他們發現 名字怎麼跟我們一模一樣 要求台灣你要撤銷商標 那法官到底怎麼判呢 把冰團趕平 用手把餅在空中拋個兩三下 用對力道甩餅 薄度控制在0.1公分 放上烤爐 再加上洋蔥高麗菜 馬鈴薯和雞肉等配料 這就是台灣烤餅創辦人張俊福 一天可賣出五百份的阿里巴巴甩餅 只是96年申請阿里巴巴 當作店名註冊商標 98年卻被同樣名為 中國網路商阿里巴巴集團 要求撤銷註冊 官司打了兩年多 最後台灣阿里巴巴甩餅終於勝訴 我們在做這個甩餅也是 這是我們當初是我們所創造的 也是我們所發明的 所以我們跟他們的精神是不一樣的 他所堅持的 所走的路線跟我們完全是不同的路線 這就是從事網路業務的中國阿里巴巴集團 和台灣大打商標權 以兩家商標比較 張俊福甩餅以阿里巴巴注冊 登記在玩具類 但中國阿里巴巴集團 則是以電視遊樂器類別登記 不過台灣和中國 因為時間類別和性質不同 最後台灣餐飲也勝訴 經營十年的印度甩餅對上網路集團 張俊福堅持餐飲和網路的區隔 也讓他的官司打贏 要甩餅能在台灣繼續飄向 週日期晚陳英雄 王室人台北 C訪報導